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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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好东西 可怜不要怜 小姐 我弄自己笑火下去 这是为什么呀 想活 在静川 得听赵家 在北村 得听我们后家的 明白吗 奇怪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想于是往后走 你老婆命不想救了是吧 你小老子已经死了 还大了是废的 你要不 我送你们一家 整整机器上路 嗯 住手 住手啊 父亲 父亲啊 父亲 龙帅 这五年 多谢照顾 玉凤 回去以后 好好照顾父母 骁龙军团 永远是你的后盾 高颂风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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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是黑资 没有你们唐家果山 就是我们霍家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抢那座没人要的黄山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在北村 我们霍家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非要说那什么 就是高预 火烟吗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干嘛 你想报仇啊 拼你 还拼你那废物儿子 天岛糟糟 他们家 不会怕你们的 你不会真以为 我对你家 我对你家荒山感兴趣吗 那是谁 不是我感兴趣 金岛糟 弟弟 大哥 盛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们家那个山 疯我一半 就是不愿意 既然 不管兄弟情义嘛 就别怪大哥无情 不对 那座山 我只打算 种火树 山里面到底有什么 你说 这辈子 都别想知道 干 干嘛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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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阿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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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阿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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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 阿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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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租金交了吗 我们的货源不包了 真的钱都不够给交租金 你说不交就不交了 前二十年呢 现在没有钱了呀 没钱 那每天有东西呀 给我发 哎 你们干嘛 哎 这就是计划 果然名封彪悍 是啊 我 骁龙军团主帅 震龙 一二一 李赵 我们要出这云海了 要一起吗 嗯 你去云海周五年 从没有传过消息回来 神无勇气 我应该早点 他们 有上了霍家 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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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家在北村 里面能助到 他家乡 他妈 indigenous人 你这么义 我妈妈妈 我们合作 你就是我女性 我妈妈妈 我妈妈妈 你怎么这么一块 我妈妈妈 你怎么这么一块 我妈妈妈妈 你怎么这么一块 你怎么着开 父母在上 是吴孝子唐玉峰 不能给你们守灵了 星儿 如果回来了就不去 他面门之城不得不到 要是我死的 找个好家家呢 玉峰 玉峰 光走世以待喊 人家透过的泥 分离我高地 比谁是谁是谁 谁啊 霍老大 我现在无家可危 请收下吧 听说你爸妈死了 是 你弟弟唐生呢 失踪 你不去找你弟弟 去跑过来拜马他哦 他不是我亲弟弟 是我爸妈捡来的起因 失踪就失踪 女孩真是个美丽是词的东西 人不畏己 天竺 跪下 把苹果糊吃了 把苹果糊吃了 去睡走去 挺好的 爸 妈 我一定查出杀害你们的真凶 你回来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起来 小妹 你认识他 我在修复老大收留我 老货 你是命法 我凭什么收你 我凭什么收你 有的积分力 你这个可以吧 果然从云海战上回 身舍不错 请霍老大 给一口饭吃 云海那边有个骁龙军团 听说过吗 骁龙军团是云海的最高特别军团 只听过 没有见过 你要想解释 你个废物 怎么可能接触骁龙军团 不过 想进霍家 得守一个规矩 什么规矩 从我帮你俩钻过来 什么是我的规矩 我刚定的 二哥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要去找大哥了 去啊 不过 以后他也别想再进我们获奖 凭他说我的男朋友 也不可以 你 是他男友 是 那也不行 不钻 就不想进我们获奖 谁让我送你钻骨刀 海车老大陆阳 正是你给我 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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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 这里北村的老大陆阳 不是你们海村 不是你们海村 在哪 你有什么哥跟我说话 陆阳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别给自己找麻烦 找麻烦 你哥说这句话还行 你不配 陆阳 别偏脸不要脸 别忘了 金川还有赵家 赵家 赵家 赵家好恐怖啊 赵家就把你们获奖当狗屎 很少 是老陆阳 陆阳 你到底想干嘛 不要想 老子兄弟刚回来 扭上钻 苦干 众 陆阳脸往哪儿搁 孔子他是你兄弟 生死兄弟 什么生死兄弟 什么生死兄弟 都每年没见头 又不是喝过血酒 纳的同运状 搞笑 你身手不错 搞定这里 你就 loh家的人 女人 孝敏夫 你敢 吵 你敢不来真的 骂老子干嘛 孩子滚 滚 好兄弟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们祸家的人了 在北村 再也没人敢欺负你 徒务员 上球 哥 今天拜在祸家门下 我敬你一杯 拜我门下算聪明 你问你你有定言 你干什么迟到呀 滚出去 等等 转过来 长得不错嘛 来来来 坐过来坐过来 哥 看这边没什么没屁股的 我给你教几个好看的去 没有 我就要你 坐过来 这就对了 只要我猫血肯定好 哥 我就是个服务员 我就帮你教其他人 别 我就喜欢你 雷翔跑 你们老板见了我都顶不怕腰了 怎么了 我没事 他没必要看着我 你说 你哥天天这样 我以后跟着他 不得跟他一样 你 出去 丫子 丫儿你干嘛呢 嫂子让我监督你 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嫂子 崔希希走走走走走 你嫂子有脾气你也知道 哥 你们聊着 你别上个个 昕儿 你就是这样给你父母报仇的 昕儿你听我解释 我听着呢 我投入货家 是为了找出父母被害的真相 报仇血恨 要是让昕儿知道了 岂不是给他带来的危险 我累了 道不报仇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主要的是能用于可犯罪 所以你就给回家开门 连人都不做了 我们斗不过他们 是内容 我 庄宇峰 我真的看错你了 你父母是骨危害 别在这里偷告仇人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 昕儿 你以后不要在这上班了 很危险 我不要你管 这不是有女朋友了吗 我 霍家丧尽天良 在北座无恶不足 我们都恨他们恨得要死 没想过你要搬到霍家 但我们没想过 你会传霍家来一条狗 喂 老弟 走 我 颜儿 走吧 醒了醒了 你小子真是个论语气 我让你打他 没让你打死他 对不起老大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老弟 知道了老大 非常不好测 我们听号 来 来 走 你 真是 你 你 咱们 说啊 要不是不得救你啊 你说我照顺着谁了 非得安顺能救啊 不过呀 你还算聪明了 至少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我懂个屁 他当时你说什么透明状 他闹 我才想起来 咱们结拜那会 我说整个透明状吧 结果 你个透明状人来骂我 啥怎么样了 几乎可以肯定 霍元王当时在场 但还有其他人 霍元王这是个打死 他背后是他哥 霍华财 霍华财是北村的老大 但他从来不露面吗 你说他问题是什么 不行 你家是不是有什么 还是家宝啊 我只知道 我爸的荒山是他家的 啥过 就是个荒山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干掉霍元王 霍元王 那目的呢 打草惊蛇 然后呢 你车出洞 啊 霍华财就是那个蛇 不 其中一条而已 行 那你要我帮你做 全面进攻货架 露王这个疯子 扫了我们十几个城 他到底要干嘛 大哥 露王带来回来等他去酒吧 说话呢 几百个他下面所有人都来了 霸蛋 放一风 你去 霍元王 霍元王 那你爸 他现在所有人都在我们的酒吧 我要知道他的老我 霍元王 霍元王 你也是 Bread 放心 现在两个村子没有一个多余的人数 我岂是好人够了 峰哥 我给你去 谁 是你 你果然也不是 和元旺 看来你早就怀疑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呢 算我利用呗 你这么好用 不用白不用 但我从来不会和你单独凶持 你就这么自信 是 你是难打 你一个人打我们几十个吗 陆阳的人都在酒吧 你在静川 咱找到一个帮手 来过来 你想怎么说 就这么说 我就把我看见 了 咱们 找到一个帮手 咱们 咱们 啊 麦 刚才 我看见 咱们 还在这 这 这 我看见 我看见 看见 他在和陸陽血瓶哎 而且 還是你派我去的 你怎麼證明 你的兄弟們和陸陽 都會替我爭 你們這是幹什麼呢 陸陽和唐玉都在包廂裡單挑呢 打光樣子了 唐宇峰你死定了看刀 唐宇峰 老不要吧啊 看刀 抓住吧 哎 唐宇峰 哦 你到底想知道什麼 我從來沒想過從你嘴裡套花 你說或不說都無所謂 就看你是想要痛快是痛快的 我這幫兄弟 可都是整個人的高手 他們到底什麼人 消毒俊男 說說說吧 說說吧 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父母死的那一天 我知道 頂 您的菜不错 个大 卖个好价钱啊 那还是我种的 你就等下保护您的躲膳 躲膳 过几件散盛的 你就等着谢幕吧 好 我来帮您 不对呢 我也是能增长的 有什么做不来的 我来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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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大 我一倍才继续买了果栅 真的吗 送给您 是送吗 我没花钱吗 你好好看看 我剩个花了五十块 老大 他们给我买了收拾五十万 你别不是好歹 你没钱 都是荒山 都是大 他死的包你的包 才买下来的 给你钱了 我给你 我不会钱 不要 后来是你都知道了 这么说 我大伯唐书冈也是熊手 你自己去问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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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他出门带了多少人 三十多 当时海兄组织的孙子都是酒帐的 是的 可以确认 丁岩小姐呢 也可以见着 你是进几个月份了 三个月之前的 你当时在哪 这情况干什么 和陆阳单挑 怕打起来东西太大 已经酒吧可是你获得的才是 有谁可以争 大哥 我们都看到了 他和陆阳两人进了包间 陆阳被风哥打成重伤 是的 大哥 我也看到了 陆阳和陆阳在一起 行 就爱你说的 单挑 不过 事儿不方便 咱们进去的 为什么 都带着兄弟们的 我可不想输了 给兄弟们出球 好 走 好 行吧 知道 是我弟弟的杀礼服 对吗 嗯 听说吧 那你俩干的 稍负之愁 可是不公断天员了 如果我父母的死 能给我带来荣华富贵的 我相信他的死 好一个人间败脸 是这样的 是啊 唐宇峰一直都是个废人 他不可能杀得了霍老大 对 我去现场看过 至少是一百人以上的 挡斗团结 这一顿失礼 带整个靖川一个手指头 都是狗带的 故意留给你看的 我的好堂哥 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了 以后获得的事情 我来解释 唐宇峰是吗 老大 现在就是给你第一件事情 什么事 金矿知道吗 知道 在市面上 15万一刻 我们获家 在这山里发现了大点的金矿 下个月呢 就要接着投放 但是啊 有一座坟 我需要给他挖了 不然呢 日山明天 不及时 靠 二国二神的本啊 唐帝 你要挖吗 嗯 我 我 我可怜的二国二神啊 死了都不得安静啊 你们的儿子啊 为了荣华富贵啊 要来挖你们的坟了 成大事成了 必须经历这一切 废物就是废物 你连你父母的坟 你都保不住 你还成大事 狂哥 要不 你来动手 哎 可别 这天打雷劈的事 我可不干 这事怎么着 你说 挖坟呢 我说的什么 你很清楚啊 我还真不清楚 欠的债 我有欠你家的债 我给你开玩笑呢 哈哈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那要不您亲自动手 我的父母 当然由我来动手 请 唐颖芳 你个混账 我来动手 你怎么办 我再不来 连自己碰到的坟都要挖了 这不是你带的地方 你为了给惠家立足 什么都不要了吗 我有不得意的负责 什么负责 别人教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需要知道 抓给我来这套 五年了 你都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你了 喜阳 没有变 那就证明给我看啊 把他带走 唐颖芳 你个混账 你会有报应的 住手 住手 别人 我们小孩跟那么是个黑人 老大吩咐的事必须做 你不会以为我真会让你妈 当然 为什么 因为 这样会含很多人的心 哦 这么去问 当然是 因为你既然能当到老大这个位置 从你能见到什么 也是 华人组分 可是天长的意思啊 出来混 还是要这样当 这个妈咪多了 哎 这座山里 有着数不进的人啊 对 那是 这座山里 只要你跟我好好干 咱们就担了 二老的事我很遗憾 但我弟弟也得到了相同的报告 走 谢谢老大 别叫老大了 小哥 谢谢 你们爷爷还挺配 找个时间 把婚事办了 我们走 刚刚是你打的工作 这又怎样 哪只手打的 还哪吃 哪只手打的 还哪吃 住手 你要救他 他以前是我同学 这么表示不至于 你连自己父母的坟都敢挖 现在连一个女人的手 都舍不得了 他就是个小姑娘 何必围难他呢 打了你的女人 我不在乎 跟你纠缠不休的女人 没有的事 那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他 因为我不想当一个疯子 你是说我是一个疯子 霍阎王就是个疯子 但霍华才不是 他们都是你哥 你应该很清楚吧 就一只手 不行 一根手指 我最后的底下 谁啊 谁把这搞得乌烟降气的呀 那你们 看似说我没有埋伏 你还干什么 我来干扑伯母 你干什么 你小子胆子够大了 在什么 打我打我 这个疯狂娘要砍心儿的时候 你不带人来怎么救他呀 你说你 照着他们的头我干什么 管我什么事呀 我刚才我鼻子要把他挖自己抖了 我不管 你想个办法出来 现在怎么办 你带什么东西 你钓是行吗 去去去 给我起来 露阳 你想干什么 我说什么 打我心儿 我把那个女人给我叫出来 不然你们老大就死定了 把你女朋友像是女朋友 把我的女朋友给我叫出来 呃 你给他多一个一根手指 你们老大就死了 来了 唐宇峰 你到底想干什么 峰哥 峰哥 哥 坐吧 今天找你们来 只有一件事 咱们获解 出了内部 阎王带人去打路阳大本营这件事 没几个人知 但是却有人精致能在路上 埋伏着 不管这些人是谁 消息 已经是从我们内部下来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的路里 是要找出内鬼 内鬼中究是小问题 微不足道 只要我们干掉了陆阳 内部自然也嫌不起什么 为什么 秦贼仙秦王 大哥 我记得好 陆阳身边有我们北村的人 过几天他有个交易会 会单独开车 等我收到了确切的实践和技术 我通知你 没错 只要干掉了陆阳 整个海村 就都是我们货家的地盘了 会单独开车 等我收到了确切的实践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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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知你 我通知你 要不要再说 专业的事 尝得还有事情 我就先走了 我还在说陆阳身边有北村的人 只怕这个人跟他很近 这话不能在电话里说 不能在电话里说 我还在说路阳身边有北村的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没有北村的人 怎么回事 我找了呢 好起思考了 他找我了 你生出动物 好不费 去我去 你这还有没有后面 有 跟他后面那种相连的 不过你去了也没有 你已经被发现是那个人了 除非 除非什么 整个屁次吧 啊 咋 要人 老肥啊 你说这个内奸 错了 这不是早晚被撞了开 等会啊自然就知道了 不过呀 陆阳那小子 现在就算是小找人帮忙 也来不及了 这是 你办的不错 嘿 大哥不好了 祸家被包围了 哎 不知道 大哥 他们这是为为救赵 抓我底要紧啊 滚个屁的滚 我的家都让人围了 爷爷在家里 都别弄了 跟我坏坏的 怎么回事啊 有人想杀病人大神 幸亏中哥拦住了 他们来了多少人 都几十个 伸手多闹 那找不到病人大神 就你这一个房间 那你们是怎么拖出来的 哥 他们一个一个房间的搜 见人就杀 我们躲在飞哥的房间里 才跑过一起 他们没说呢 房间 大哥除了飞哥的房间 其他房间都说我 你敢诬陷老子 不是我 我是按照大致的房子做的 行了 行了 消息 老飞 这事呢 你怎么解释 大哥 他们就明显是栽赃我了 人 是你吊水发内部 刚好出局了 就人来跟我货家 又恰巧没送你 你的房间 这事怎么这么久 是他 这一是他搞的鬼 这个我有什么过节 你知道我货家没人 故意带人围攻货家 这一切 都是你搞的鬼 够了 知道要出去装内鬼 他只有你跟我两个人 你还想交别 大哥 一定是不想说的 我们知道我们要是抓内鬼是吗 他不知道 我们到海村不够二十分钟 救人能来为我货家 这么快的时间 特种兵团吗 不可能 在整个金船 没有人有能力 调动特种兵团 那 就只有您的解释 下水中 我没想吃 大哥 我以为 要杀你 谁想杀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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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哪儿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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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真 Fruit 跟着你多少年 就这么白死了 シ 那高姐海村的路洋 还是没有祸也 难道 不该死 好好好 空花台 不用以为在北村 你就能 counter applied 抗抗手 别忘了 在晋川谁是老大 都在为赵折呗 我还怕你为什么 谁都能熟 大伯 韩语风 好久不见 身体高 你杀了我儿子 是我 为 护家出海 那咱们就于死往迫 杀了我儿子 我就要谁滴命 你试试 这里 可是霍家 霍家 也不过是赵家的开门犬而已 霍家 也只不过是赵家的开门犬而已 也只不过是赵家的开门犬而已 霍家 泽家 金 recognizing 这是怎么了 说说吧 这个人 杀了我儿子 阳先生 您得给我掉 是你干的 不 是我让他干的 呦 老郭 你也会替别人挡墙了 试试而已 我的兄弟也不多了 能保死保吗 你们两家都是替赵家办事 我不想你们起什么争端 可他杀了我儿子 你儿子害死我弟弟 一换一 谁也不亏 现在最重要的是金矿 对了老黄 什么时候开闪 一切顺利 下个月就可以开工到老陶 老陶 你看 今天这个事 就这么平了怎么样 可 可 可我儿子死了呀 杨先生 您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你动的是什么 属于 我欺负你了 你小心点 他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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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了 我甚至一个人 可以不在一起 他没关系 我就是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 这些也是他最早发现了 你爸承拨的那座光山的情况 这么说我爸是 是唐书冈跟杨王一起做的 为什么 我爸可是他亲历的 唐书冈这个人 为了钱六七块 你以为的经历 你信不信 只要我愿意赔的钱 他儿子的命 跟他讲个灾 那这个金矿 修计值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是 多到无法想象 行了 这段时间也别忙碌 北村这边 事情你都别管了 把烟儿出去找找乐子 好好休息一下 谢谢哥 我不能打 你怎么办 哎 就这样 我给你进了 我 那是 在北村 他还不敢 好了 我去个洗手间 我去洗手间 走 男人杀了他 他也别想好过 多好看的你 真让人讨厌 我哥哥是 是过我才 那一把这样 我现在连死都不怕 你又不成 别过来 小琴 小琴 是你哥哥的手下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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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杀了小琴 人怎么就死了 那个疯狂娘想发来我的脸 是他信任我的 没问题你说 大哥 我也是恰好路过 看到低延小姐被那女的抓着 我就推了他一下 然后他就 够了 现在跟唐家 真的是不死不休了 唐一凤 想救你弟弟 一个人过来 唐一凤 一凤 一凤 清晰 你有弟弟吗 唐琛 哦 你说这是那个捡奶的东西啊 谁知道呢 唐书高 看来你要跟我拼个家破人文啊 家 我已经没有家了 我儿子死了 我老婆也死了 我还怕什么 他妈都是你自找的 哈哈哈 现在唐家真正的种 只有你和我 你只能活一个 老叔高 让我见到我弟弟 你要什么都可以 我要我儿子活过来 我要我老婆活过来 我要活活才死 你做的当吗 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那就一切死 但唐家一个都活不了 是你杀害了我的父亲 对 你也杀害了我母亲 是我 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 你永远不会知道 让我见到我弟弟 我们什么都好谈 行 阿陈 我马上救你出来 你别动 你救他 先救下你自己吧 看来今天 我是不好出去的 你知道 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吗 我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你父亲死的时候 其次 就是现在 为什么那么恨我爸 因为啊 我看不惯他那唯唯诺诺的样子 那个诺诺的姿态 还有你 你们一家人都是废物 你们活的 就是丢我们谈家的脸 在北村 谁不知道我有个废物老弟 他不过就是个老实的农民 他不过就是想要活下去 活下去 他凭什么活下去 他凭什么运气那么好 可以承包一座 万事经过的换山 我跟他说了 分我一半 我们一起发财 他那唯唯诺诺诺的样子 我大致恨不得他死 看来 还是为了钱啊 人为财死 了为实亡啊 今天 我就送你们兄弟娘 去见你们的废物老爸 我觉得啊 你还是亲自去判他 别看 外面的人 火花财 哎 张主任 我觉得吧 咱们两家的账 是时候该刷一刷 上 大侄子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杀了货华财 咱们俩的账 一笔够小 不得 否则 你弟弟给我陪仗 我也不亏 老不愿 哥可是来救你 哪知道 你不想清楚了 杀了货华财 救你弟弟一条命 咱们 可终究是些他的人呢 为什么这么恨他 为什么 杀了我的儿子 我老婆也是因为他而死 杀了货华财 金矿怎么办 哈哈哈 我都已经努努到家破人亡了 还要金矿做什么 阿峰 老婆 别理他 只要你干掉唐书钢 今后我分你一半 大侄子 怎么样 是要钱 开刀帝里的命 霍华财死了 爸妈真正的死因线索就断了 真凶到底是谁 可阿琛 阿琛是我在世上的唯一亲人 到底怎么选 唐叔刚这个人 为了钱六亲 你也为了金 你信不信 只要我愿意赔的钱 他儿子的命 根本就不塞 不对 这是一个局 大侄子 考虑清楚了吗 我给你五秒 哦 从来没回答 五 四 啊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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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动了 你闹出人命 消不了开了 走起来吧 是 这是 这是杨先生对你这一场课试 做什么 忠诚 当然了 我呢 是肯定信任你的 不过测也测也好 这样 你就能进入核心组 那 你们之间 正 부분 太大猴子 轻轻 监造了 在肩钱面前 一文不值 哎哟 乐陶 没事吧 老兄 嗯 啊 哥 你终于回来了 哥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三个月前回来的 明天不见 你都长这么大了 哥 我们怎么不回自己的家呀 你家没了 那爸妈呢 爸妈死了 都怪我 没照顾好爸妈 阿晨 不怪你 不应该看我这件事的 哥 是谁害死的他们 给爸妈复仇的事不能把阿晨带进来 太危险了 阿晨 你就别管这件事了 哥 那你会替他们报仇吗 谈何容易啊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 是好好活下去 阿晨 这几个月 去哪儿了 那天 我被霍炎帽捅了一刀之后就昏迷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就躺在大伯家 这几个月一直在他们家养伤 他已经不是你大伯了 是不是他害死的爸妈 阿晨 答应哥哥 这些事就不要管了 啊 哥 哥还有事 你照顾我自己 哥 那你小心点 放心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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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弟弟没事啊 你没什么咋呀 哎 他们当时为啥他把你弟弟杀了 什么意思 哎 你希望弟弟死啊 没有没有 就是 我从这个理性分析啊 你想想看 他们先是抢你们家狗员 然后杀了你们家父母 拆了你们家房子 他这个目的不就是杀了你人家口吗 那你弟弟怎么也死啊 难道 还知道你要回来 意思要挟你们 意思是 我也不是对你弟弟恶意啊 你先说 我说这个在你不在的这五年 我有个兄弟啊 他见到你弟弟在那个靖川 开着辆豪车 身后跟着一堆人 怎么他回到这就这么怂了 你确定没看错 我又不是亲眼看见他 大概 别想起有的没的 我说啊 咱们还是从霍华台身上下属 在他身上 一定能找到你父母真正的死因 赵主 你们究竟怎么办事呢 我没解决 唐玉峰的底细也没查出来 现在北村又来了外来事 你们搞定哪一个了 赵主 在雨林跟唐玉峰那小子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这 废主 说是吧 我觉得 跟唐玉峰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那霍言望是怎么死的 应该是唐侯飞那小子干 唐侯飞能调动特种军团 特种军团 嗯 我找人查过那些人的死因 都是一级毙命 不是特种军团 做不到这么专业 靖川 哪儿来的特种军团 靖川没有 云海呢 我 一定有问题 可我们 特了几次 查不出来呀 那是因为你们没找到他的软肋 少总 他就软肋一点 不就是你 啊 少总 那您的意思 对您心而下手 博阿泽现在很信任 嗯 但是这个赵家 究竟没有什么事 赵家 是个很沉迷的新伴 他们拥有静川的遗弃 而且 没有任何人看见赵家的龙头 喂 知道了 有什么事 新儿被人抓走了 喂 调动所有小龙军团在近川的人上 他们就冲你来的 我知道 你不能去 新儿会死的 他们就是个圈套 可我答应过新儿要娶她 但你还想不想为你赴报仇啊 那你说怎么办 我问你 你的小龙军团有多少 很多 有多强 最强 信不信 当然了 好 那你去把小龙军团交给你 让我来感受一下 感受什么 当然是 整个景川最有权利的人 这没问题啊 但是给你之后呢 我来 摆一出好戏 大戏 你管吧 你就挖挖在后挖在那边 让你过去 对了 一定要小心好战这些东西 你说的 多很强的小龙军团在哪 哇 这太帅了 哥 设班完了 这么忧心 这屁胆嘴 好棒 那你怎么不出去走走啊 好不容易清闲一点 咱家修修修修 也是啊 哎呦 老河 哥 我没出去啊 没有 自从你来之后呀 北村现在太平坤了 也是 哥 你跟新大姐现在怎么样 不是什么新二弟 现在只有你那儿 我跟陆阳在一起 我跟陆阳在一起 我别提陆阳这个小子 一听到我就来起 不就打了他几顿吗 哥哥也起诉我有什么办法 哥哥也起诉我有什么办法 哎 现在是你见着他一定躲远点 要不然把这儿圈散了 来 看 看 什么是说啊 咱们藏人的地方被围了 谁 陆阳 他怎么知道了 不知道呀 老婆 着急人手 开工了 陆阳 怎么又是你呀 哟 霍老大 你也在这儿啊 你带人围了我的地儿 我能不来吗 这是你的地儿啊 华先生套出来求求呢 少他妈跟我扯毒了 你到底想干嘛 你问我想干嘛 你抢走了我的女人 你问我想干什么 林先生是女人 这不废话吗 你问问他们 从哪儿绑的人 霍老板 霍不及家人 那你是怎么找来的 这个 我当然很能告诉你了 看我干什么 我哪知道这个鬼 也是 过来这里的守卫 只有四个人知道这 哪四个呀 管你屁事 关我屁事 你绑了我的人 你不能关我屁事 不想 我又要在这里装疯卖傻 赶紧滚 藏脑子 我女朋友还在这儿呢 你要滚啊 人今天是不会交给你的 这么说 霍老大 你是要跟我海村 拼个你死我活 这又怎么样 啊 那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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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他们单挑啊 单挑就算了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也是 没必要因为一个女人 拼个你死我活嘛 那就给你把她给放了 今天我必须带你 现在确实不是跟罗阳拼 你死我活的事 这场哪儿去啊 倒是 不行 林星儿必须死 唐书冈 你想包帮死的逼啊 那就如何 大不了鱼刺网破 怎么个鱼刺网破 咱们之间的交易 他们还不知道吧 啊 这 什么交易 交易的事一会再说啊 先放人 等等 我倒想知道知道 你们有什么交易 他再搞混人 唐书冈 你把人放 交易的事情 我将永远保守这个命 你胡说什么 给我弄死他 说 这件事情没弄清楚之前 谁敢动手 我就弄死他 胡老大 你不相信我 让他说说就不 路亚说的话 你也信 有时候 敌人 要比身边人 看见 路亚 你说 我说 你放了宁心啊 我保证 唐书冈 既然你把我王死了 就别怪我背信气了 你 这个交易就是 唐书冈 你 让我杀了他的弟弟 霍炎我 把我杀了唐书冈 把我杀了唐书冈 路亚 你挑拨李箭 你 我挑拨李箭 你把李箭还撞到这儿 不就是想我们拼个两败俱伤吗 说人退后 放人 不放 看来 你真的是想让大家一起死啊 信货的 今天你不动手 以后在北城 我是老大 哈哈哈哈 看来 你果然是对我的位置 随心一几 怎么 还没开始动手 就内斗了 现在看来 谁是内 谁是外 还不一定 霍华财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北村算个什么东西 你什么意思 北村 在晋川 不过是个大蛮之地 除了金矿 还有什么 那你的意思 至少灭了我过去 怎么就占金矿了 霍华财 你太愚蠢了 我们只不过是赵家的一条看门群 这理得不懂 那是你 不是我 难道你想背叛赵家 我跟赵家一直以来只是合作关系 是你把他打出的 我不是 在北村 老子说了算 你说的算 在整个静川 是赵家说的算法 杨先生 您奶奶 老霍 你想背叛赵家 阎王的死 阎王的死 是不是赵家的意思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赵家需要跟你解释 这里可是北村 是北村又如何 我杨汉 我杨汉 我杨汉今天把你们货家人全灭了又如何 老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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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学唐书刚 别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学唐 我可不是一条看门狗 好啊 那你就去死 在静川 没有我们赵家办不到的事 霍华台 怎么样 是当看门犬 还是当个死人呢 你弟弟的事 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乖乖听我的话 以后再北村 我说了算 你不仅要做赵家的看门犬 还要当我谈家的看门犬 你可想好了 我死了 你们整个货家 都跟他赔赞 货花财 你想干什么 不是 是 货花财 你竟敢背叛赵家 你知道什么后果 大哥 你们走去看不看赵家了 不要打 住嘴 那杨先生 你的意思是 背叛赵家的 一个不留 北村以后 不必再姓错了 真要做得如此之绝 是有对 兄弟们 吵家伙 我吧 你我连手 你干掉就不掉 就凭你的实力 你想跟赵家动 你真以为静川 是赵家的天下啊 难道不是吗 你呀 太不了解我的实力了 哈哈哈哈 你的实力 我都查得清清楚楚 那些都是表面事 从今天起 静川不再是 叫家的天下 小龙军团 何在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个疯子 兄弟们 给我上 怎么样 真的是小龙军团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问问他们的 三 二 一 不许 小龙军团 为何会来我静川 不行吗 老子想在哪就在哪 我静川也不是没人 不拒你小龙军团 那你能奈我何 说吧 你想怎样 放开心 滚出北村 你记住了 我们赵家 会回来的 过了 从今天起 赵家与你霍家 不死不休 走 放开 放人 退下吧 火大 火血 大哥 事已至此 咱们就和赵家彻底决定吧 兄弟们 都不想当赵家的看门狗 你不知道 赵家是你以后的权 怕什么 只要我们兄弟一条心 赵家根本不算什么 兄弟们 从今天起 我们获得 与赵家 不死不休 是 老大 老大 杨哥 嗯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哎我跟你说 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了 你不是说我 我说阿峰 老大 他自从回来以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 又轻松了 这回想感觉 他有在暗中帮我 阿峰叮嘱过 找到真凶之前 不能把心儿撤进来 哎呀那有 我跟你说 他就是变了 威力士族就亲不认 他们以后 离他远点 咱们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意思 等这些事情过去了再说 什么事 哎呀你别管什么事 反正都过一阵子再说 你看今天 多一些啊 杨哥 你跟我说实话 张雨芳 是不是有在暗中教权他父母的死因 哪有 我跟你说 这小子就是个王八犊子 这小子有了新女朋友 而且还当了北村的二把手 你 别想他了 那也是 他已经离我 越来越远了 我有点事 你先回去吧 好吧 你先回去吧 我先回去 再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我现在 我先回去吧 小龙君三 你先回去吧 我先回去吧 我先回去吧 我就是想救星儿 还处理掉你大伯 你开玩笑呢 哎呀 你贪乱你那股庄图这件 哎 您是让人查怎么样了 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的目的 就是我父亲黄山女的精华 精华的价值可太大 所以霍家和我大伯一家年少 上海的王 霍家一家可吞不掉这么大的精华 所以赵家 赵家一定在一起 赵家 那就麻烦大了 怎么了 赵家 可以说是掌握了敬川一切的地上生意 那地下生意呢 地下生意是由圣安会所掌握的 这两个事业 斗而不破 替敌意 那这赵家究竟有多强 这么说吧 就算是肖东俊男来了 他们也不拒 何况 肖东俊男的鼓励还在永海 哎 八方 我说 这霍炎我和唐桑都死了 要不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我一定要查出这些 否则我父母子在陪水里有毒癌 你怎么担心我呢 你放心吧 霍家已经和赵家散幕了 赵家不灭 我依然会死 但是无论是赵家还是霍家 我总觉得还差一点 平隐约约 觉得还有一点 你怀疑谁啊 嗯 嗯 喂 阿陈 哥 我们回老家看看吧 好呀 你等我 喂 我记住了先等我回 啊 你笑好了啊 你杀醋 我放过 哥 来得挺早呀 我早就要想回来看看了 我早就要想回来看看了 对啊 我回来 你就来个一次 这五年 爸妈过得怎么 咱们父母一直老实本分 没想到最后 大臣 你知道那座荒山的事吗 你是说金矿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金矿 听说 这几年你在晋川过得不错 你听谁说的 谁说的不重要 是什么 没有 我是想在晋川打出一片天地 也正因为如此 才没有时间陪父母 那你知道赵甲 那你知道赵甲吗 在晋川 谁不知道赵甲 你觉得爸妈的死 他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 你不过有的 哥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阿晨 哥 如果有一天 发现你背跑了 你觉得 我会上 哥 你说什么呢 哥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问你 你觉得我会杀了你 多大的仇恨 父母仇恨 多气狠 怎么背叛 东西外 死和家长 为什么 确定是自己的 哥 你说什么呢 赵甲到底什么 可能有点关系吧 在唐书冈家那天 跟你们就没有什么事 也可能受到点小伤 到底干了什么 你自己猜呀 哥 小伤 对 我身上没有一样的脖子 哈哈哈哈 从小到大 爸妈把你当宝医药 对我是人意相当 来 凭什么 我喜欢您心爱 你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一家都是自私的小人 知道 在我十岁那年的时候 就知道 我是家里捡来的起因 不知道 爸妈对你好 比我做太多了 别高成那些没用的 抓住他 你不是挺能打的吗 打 想给你的父母报仇 你拿什么报仇 不管萧东军团是不是你的人 现在已经在赵家的密室监视之下 陆阳也就不了你 今天 你死定了 到底干了什么 我干了什么 你还是下去问你的父母吧 你死了 这个世界就干净 放心 我会照顾放心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跟你的父母一样 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对 现在 你的家是我 你的女人是我 你的矿山也是我的 哥 你说 没关系 你先走一步 你的兄弟陆阳随后就等 哦 对 还有你刚认的大哥 霍华才 我也会送送 我要让这世界上跟你有关系的一切 全都消失 动手 我看谁敢 是 沈安慧 哥 哥 哥我错了 哥哥你别打了 你们监视孝王兴凡 监视陆阳 可你们都忘了 赵家在竞参最大的女人 是圣安慧 你想 三个多 风帅 你先销龙公 我带肥子 风帅曾经救过我三次 是我的救命恩人 邵大哥 大哥 今天我饶你一同 跟我的兄弟一起 走 走 赵家对我 我 你说啊 在京川 赵家的实力太恐怖了 我们跟的不是对手 看来 火箭要亡 哥 你有什么想问的 杀害我父母的凶手 究竟是谁 你父亲承包的那座荒山 发现了大量的惊慌 于是赵家找到我和唐叔康 威比利欧想从你父亲手中夺走 但你父亲始终没有同意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惊慌的 因为唐琛 唐琛 唐琛早就败入了赵家的门下 意外从你父亲口中得知了惊慌的消息 但你父亲始终不愿意开散 怕断了村子的水源 所以唐琛就在你父亲眼前 上演了这么一出家死的戏 最终从他手中得走了光神 赵家 赵家是我们柔的其他哥 赵家背后的主子究竟是谁 赵家的家属 赵的童胆 五年前你进了我们赵家的门 成了我的干儿子 我当时在想啊 你应该是个不错的人才 啊 干爹 可惜啊可惜啊 就一座金矿的世界 你办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办好 真是让人大事作妄呀 对不起干爹 行 行啊慢了 好好想想啊 你那个哥哥的事情 要不然 死的就是你 小姐 阿琛 阿琛 这是你的车 对 来 上车 我在晋川打拼多年 终于有了起色 真厉害 你哥哥要是这个 星儿姐 唐玉峰 已经不是以前的唐玉峰 什么意思 这是阿峰 她已经上门成为了货家的人 星儿姐 她当初跟你讲的话都是骗你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她 星儿 以后就让我来守顾你吧 我发誓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阿琛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弟弟看 什么弟弟 我现在拥有的比唐玉峰多多了 你为什么从来不正眼看我一眼 阿琛 我以前就不喜欢你 之前就说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 没有 我们做不成人 只能做朋友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替你报仇 报什么仇 杀了唐玉峰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可由不得你 她敢背叛你 就必须死 阿成你不要这样 你心儿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嫁给我 要么 唐玉峰死 诶 呗 这是想给你大哥出头吗 去此外 好久没有亲自动过手吧 这特御法 是萧龙军团的找事 你果然跟萧龙军团有关系 没错 以前我是萧龙军团的人 以前 一日入萧龙 终世不得判 好像是有这么一出 不过 上一任的萧龙主帅 你还亲自找过我 你杀了他 好像是吧 就是萧龙军团头号叛徒 杨涵 没想到萧龙把我排在一号了 萧龙军团成一百年 就出过你这么一个叛徒 那我还请光荣的 对吧 逃不掉了 判萧龙者 必死 我根本就没逃啊 这些年我一直在召架 你有本事打过来 你什么 霍家属于 霍家 哪有什么霍家 你什么意思 哦 我想起来了 就在刚才 霍家的人 全部都死亡了 你的妻儿老小 已经在你之前 先走一步了 呀 赵斗泰实力强大 老毛深酸 在静传 他若想灭掉一个家族 真是一种反弱 既然知道赵亚的实力 为什么还要和他们死 这些年 我跟赵家合作 虽然得了不少好处 但兄弟们看我的眼中 却少了一份清楚 村子里的人看我 就多了一份仇恨 坏人当久了 我想做个好事 我为赵家做了许多伤厉害的事 我弟弟燕尾一次死了 所以这次跟赵家撕破脸 就当时说嘴吧 大哥 赵家人又动手了 动到哪里 说 整个北村都被扫了 吃东西 赵斗泰啊 赵斗泰 好久不见啊 霍老大 杨涵 你个兔手 霍不及妻儿 什么霍不及妻儿 在我杨涵眼里 敢背叛赵家的人 就是要斩草 我杀了你 就凭你 我杨涵还在屋里 我杨涵还在屋里 我杨涵还在送我 那你怎么办 为什么要和这些人都办 快去救援来 给我上 一人 打死他 怎么了 董哥 霍家王 霍哥 你个人快死了 不 我得去救他 救命啊 想救他 我怎么都没死 不 我得去救他 从早到晚了 都是我哥哥往待他 我必须得去救他 不 不 你跟江二人团聚吧 不 哥 我不行了 我跑不动了 蓮儿 你跟他奉索吧 奉索 跟我说啊 蓮儿 你现在是哥这个世界上 没得起人了 听哥的话 好好活下去 别想着给哥保守 啊 能答应哥一件事吗 你说 不管你娶不娶眼 答应了 你 保护好 别让他手抖 这个手抖 这个手可以打一面 刚才走在这儿了 上 你们先走 我掩护你们 报复 啊 啊 看什么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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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救啊 江 或者 死贵的 不要 叫 真正 我一吗 我知道了 啊 我只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了 那草草草草 但是 我对你重感情 你 免不了了 你这么重感情的人 是 你这么重感情的人 是 我都不想了 这种 这个靠我里 什么被掩上 � enqu 不 对 放这 真是 好 你 你 他很多 不 不 追 你想过你会说这种话 我是个恶人 我身边的也是 要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 被逼的我自己都不信心 被刺现在被火加了啊 不是你的问题 我这是我们太贪了 只不过都遇到了 更贪的人而已啊 那我的一部分原因 我知道 我弟弟 是你杀的我 是不杀的 我不怪你 不怪我 我们这些人 既然能在刀下生 同样也会在刀下死的 只不过 是谁 动手罢了 必须得给我爸妈报仇 到此为止吧 是杀害你爸妈 大多都已经死了 赵总太 赵总太还没有死 平哥的话 好好活着 你 这 都不过赵家 我好怕 这活着 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还是为了身边的人活着 是时候给还真 你给爷爷做吧 快走 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去 真无趣啊 让你来挖自家的祖宝 这赵总也太狠了 让你来挖自家的祖宝 我又不是唐家人 看来还是少主你更狠呢 马上要开山了 这座坟在这看得太不爽了 不爽的是你吧 你什么意思 我猜 挖坟是假 少主是想引唐宇峰献身 看来你不仅只会打架 不过 唐宇峰有骁龙军团 又和陆阳结成同盟 能搞得定吗 陆阳不足为惧 我担心的是 担心什么 沈安慧 你沈安慧 和唐宇峰有什么关系 沈安慧的老大 张沈安 效忠于唐宇峰 唐宇峰的背景这么强大 他为什么一直躲在祸家 他想查出他父母真正的死因 查出来了 死吧是要正面一战了 即便如此 想扳倒赵家 也不可能 你说 唐宇峰他今天敢来吗 唐宇峰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你还真不怕死呀 我的哥 你终于来了呀 你不是一直在等我吗 对呀 现在你想怎么做啊 陈阳 你想一想 当然是开山挖坟嘛 废物 我父母养了你二十几年 你就不怕你生个儿子将来也挖你的坟吗 罪毒生不了 我说的是事实而已 大家请看 这座荒山是赵家的财产 我今天在开山挖坟 谁阻拦我 就是跟赵家逛不去 都听见了吗 赵家呀 好怕呀 陆阳 你别阴阳怪气 这是赵家的山 你阻止不了 我不阻止 你挖呀 那你呢 你这么说 唐一峰 你挖你的 我给你拍个照 到时候给你登报什么 应该会有不少人骂你吧 你觉得我会在意这些 那就再给你出本书 记录一下你的英勇事情 挖自家父母坟 古今往来 是第一个人 给我 少主 这是空坟 少主 这是空坟 唐一峰 你敢牵坟 我有什么不敢呢 你有问过我吗 你是 再怎么说 这里面原来埋的也是我的父母 你竟敢私自牵坟 哎 大家听到了吧 他刚才说这里面埋的是他的父母 又要挖自己父母 大家说 他是不是个畜生呀 是 真狗不如 太怎么样了 可以 回去给他登个吧 让他活一活 好的 风哥 朗晨 你真是个畏服 好 好 星儿 哥 我马上就跟星儿结婚了 既然是一家人 到时候要记得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啊 真的 没人 丁言啊丁言 我哥现在对您心啊还是念念不忘 他只不过是利用你进入过家 啊 同车说的是真的啊 对不起 你杀我哥哥我只当你是报仇雪恨 没想到你也是我的老子 我 我 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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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今天别想走出这里 鹿羊 你不过是掌管一个小小的海村 别不自酿力 我们海村人不怕任何人 你父亲把你当亲儿子 你哥为了救你的命都不要了 你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为了惊慌 害死了自己的父母 抢个自己的大嫂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不叫的东西 鹿羊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看不惯你 阿峰不叫你 老子要叫你 阿峰不敢杀你 老子就要杀了你 拿你拿 试试看 唐山 你我的兄弟情义已经结束了 你要取杰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你和你的主子杀了我爸妈 你这个仇 必须得不 阿峰 你不要冲动 闭嘴 所以你今天 我今天是想在这里拼个离死我活了 就在这里 这儿是咱爸的荒山 一切在这儿开始 也在这儿结束了 只是 会死 只 那你杀了我之后呢 再杀你的主子 还有你 赵 他 是谁谁要杀我 你就是陶允峰 你就是赵 你是一个唯一敢喊我全民的人 我爸过了今天 这不会有的 在地川 没有人敢动我们赵家 这里是 北村也好 海村也罢 定川这样的村里有很多 在地川 只要有我们赵家 可以让这些村子 分分相关消失 幸福 这些老东西没说 我连切过空头路 记忆之间 所有的人都消失 好你 赵阳 我们现在 多滚出警察 今天可以保护死 我们要是不想他 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那我们总可以 看我父母的本钱 磕三个小头 再死在他们的本钱 你 你 那你们就别活了 阿布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又打了 打 赵家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打不完 怎么 那咱们滚出警察 行 你你走一分钟一休 我走一辈子懦铺 赵家的人 老子他妈打死你 你来了一波又一波 我说了 赵家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打不完的 赵一峰 怎么样 玩的可以吗 要不要我亲戚再陪你再玩一会儿 不管是人还是钱 你都不是我们对手 你既然这么有钱 何必垫进我们家的金矿呢 怕是整个金矿 比你整个赵家都有钱 在订车 要是赵家想要的东西 那都是属于赵家的 如果你父亲愿意跟我合作的话 他可以大战一笔念 我父亲有手有机 凭什么接受你的事实 那他就得等死了 你也一样 行了 不要再争 你就上不眼了 那你就应该怕什么 我怕 我怕 哈哈哈哈 你怕骁龙军 骁龙军团在云海 你怕郑龙 郑龙如果在这 也得死 是吗 汪不帅 就问我 赵老爷子 好久不见 龙帅清零进川 也不打个招呼 哪你敢打扰啊 我是来看我兄弟的 杨涵 我们也很久没见了吧 龙帅 很高兴 又见面了 你杀了 那上一任骁龙军团 郑帅 也是我师父 这笔账 我们什么时候算算 杨涵现在是我们赵家的 什么 那我师父的死 是跟赵家有关系了 我可没这么说 龙帅啊 我知道 骁龙军团 现在你来掌管 但这里是我的地盘 于情于理 你就这么闯进呢 恐怕有些不太合适吧 那罪名就大了 我不过是来看看我这兄弟的 据我兄弟说啊 这里 是他家的山 白纸黑字 这里现在归赵家 我不是来评论 我是来帮我兄弟忙的 还有 你们这些事 我们这些粗人 不懂 这么说啊 龙帅校管定这件事 我要说 是呢 好 那我就要看看 龙帅有什么本事 能在静川 那要我 合 兄弟 几个月不见 你瘦了很多 搞得家破人了 想胖都胖不起 这是我兄弟 陆阳 陆阳 我就是陆阳 我就是陆阳 早就听闻 萧龙俱团龙帅大名 龙帅 多多赵我啊 听说你父母出事了 我本来想亲自过来看看 赖河云海那边站着吃紧 事情都查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想办法 干脑斗泰 赵斗泰的实力 远远比你想的要强 轻易如探的 那 先让胜安会呢 张胜安是愿猛将 但即使骁龙军团 和胜安会的人联合起来 也不行 可以是可以 但是会死很多人 让兄弟们为了我报仇而牺牲 知道 那怎么办 难道放着赵斗泰不管吗 赵斗泰是否有说过 他进出来 没人能动他们赵斗 是啊 那老东西还真没说话 既然没人能动他们赵家 赵家 是不是能动赵 你说 唐称 你从长 Probos 但是 我要一真的 你 你别说你不知道 不可能哪 国家在北纯经营多年 家大业大 货家的账 只有你 我只有赵总 三个人可以动 你的意思是说我 不是你 难不成是赵总 有什么证据 我没有证据 以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别跟我干 记住了 你也不姓赵 这国家这么有钱啊 婆婆才在死之前 把这笔钱偷偷转给出来 我也是意外得知 这杨涵不得气死了 是 他肯定以为 这笔钱是唐晨拿走的 阿婆 下一步准备了什么 下一步 给龙帅你师父报仇 就为了这顶小钱 你们俩人弄得 沸沸扬扬扬 这可赵总 赵总 这本来说好就是给我的 这鹏城他全都无业 信杨子 你说话要讲证据 不是你还有谁 张总 这钱就算了 好吧 这样就有机会 我给你补上 好不好 是 赵总 上车 赶紧 以后花钱 跟沈的这两花 好不好 什么 车子 还有那油底 你买那么多 你干啥就想 休想 知道了 干定 回家 你 我 你 你 我来了 出来了 杨涵 童雨风 你这个钱 连命都不要了 凭你这件笨事 还杀不了我 我确实杀不了 看来 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但有人能杀的 谁能杀我 杨涵 郑龙 我说过 我师父的词 会好好从你算账吗 既然如此 我也正想试一试 骁龙军团第一高手的实力 来吧 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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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你出来跟我说话 杨涵 杨涵 你 死了 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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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没气了 你干了 不是干爹 我刚到 杨涵跟我这么多年里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干爹 可是我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没气了 不管他是怎么死的 你脱不了干系 干爹 这不是我杀的 方家 我想告诉你 你姓唐 不姓张 我知道你很优秀 虽把很多权力都给了你 但我一样可以把权力都收回来 知道吗 知道干爹 我没有亲儿子 但不妨再多一个干儿子 你给我的是我的 不给我 我就抢 现在赵斗泰已经开始怀疑唐城了 阿凤 你这张厉害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局 他们很快发现的 那你做学业干嘛 至少 让赵斗泰对唐城起戒心 哦 我知道了 你请让赵斗泰架空唐城 嗯 让赵斗泰起戒心 是为了引起唐城的戒心 你跟我说赵不令啊 不 唐城这个人内心贪得无厌 六亲五人 一旦让他感受到危机 他一定会主动出击的 你说 该让盛安慧出场了 赵老大 喂赵老爷子 有时间吗 赵老大有什么安排 没安排 就是你们赵家那个唐城 最近做事有点乐器啊 想找你聊聊 赵老大不会是让我亲自到你那里吧 怎么看 赵老爷子 您说地方 我来拜访你 好 行 赵老大 涌发饭店 好的 赵老爷子 我给你准备了份大礼物 恭候大驾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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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ن老大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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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rijk老大 我来愁 你 趁哥 趁哥 怎么了 没看见我在捡花吗 大哥晚上要见张胜安 张胜安 见就见呗 两个老大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还知道 张胜安好像抓住了一些什么秘密 准备告诉赵斗泰 秘密 什么秘密 轮船的事 还是崔崽的事 趁哥 我们背着大哥做了那么多坏事 随便一见都要命啊 他们在哪里见面 融发饭店 这么偏僻 是不想让人知道啊 大哥没时间招几人手 就怕人多嘴杂 看来他确实是知道什么了 大哥怎么办 去找几个新的过的兄弟 诚哥 李思想 老东西心狠手辣 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把靳川两位老大都送走 这样赵家和盛安慧 就全都落在我们手里了 知道了 我这就去办 老东西 竟然你想动手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嘛 拿去啊 那我该打电话了 喂 赵老爷子 赵老大 你人呢 不好意思 赵老爷子 路上堵车给你准了一份大礼 花点时间 什么大礼啊 找不到我可走了啊 别急啊 赵老爷子 我这份大礼包你喜欢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行 我倒要看看 什么大礼 啊 好的 赵老爷子 稍等一会儿 大礼 附近有盛安慧的人吗 这一片都是我们的地盘 全是赵家的人 盛安慧的人进不来 盛安慧的人进不来 不等了 动手 张晨啊 爹在这里啊 干爹 你又要见谁呀 我说呢 这个张晨安说 要给我什么大礼 啊 搞反正就是你们这些 哎 真是不出我所料啊 干爹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咱们做一对父子子孝的父子 不好吗 咱们总想着陷害儿子呢 哎 张晨啊 你啊 太狠 太独 太没有人性了 不配做我的干儿子 那你是一直在利用我吗 原来有段时间啊 我曾经是把你当成是我的孩子 不过 你连你自己二十多年 那父母你都能害死 哎呀 我怕我以后 也会死在你的手里 要不是你想动我 我今天绝不会走这条路 腾车 不要说那么多借口 就算是今天你没有见到张晨安 我想就算以后 你以后再有任何猜忌的话 你还是会走这条路 赵家老大的位子 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我想试试 张晨啊 我要跟你说一句心理吗 可能你也听不进去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 如果说赵家就是一个大铁笼的话 那我就是这个铁笼里唯一有一把钥匙的那个人 如果我死了 这赵家铁笼里的血兽们就会发疯一样跑出去 所以说呀 什么萧龙军团也好 盛安慧也办 只要有我在 谁都不敢动 赵家一根寒毛 干爹 可是你这笼子里面关注的 还有我 唐真啊 你干爹我在下面等你 哪儿都找不到你 果然是躲到这儿了 唐真上队了 他现在摔牙龙头 不过很多人都不服他 对了 婚礼的时间确定了吗 明天 记得小时候啊 每次我们路过后家之间 这个院子都会感慨 要是将来 有一座这样大的房子该多好呀 现在货家财产 不都是你的吗 我已经还给村民了 是你做的事 只是这间院子 没有人要 为什么 死太多人了 贵心 这货家两兄弟 作恶多尊 落到这么个下场 也是他们最有应格 你说货家也好 招架也办 其实都是内心的贪欲在作祟 他们明明已经很有钱了 为什么 还要贪得无厌呢 因为人的欲望 是个无敌洞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 龙帅 怎么感觉你在嘲讽我呢 是安慰家风 龙帅 现在事情都不合适 兄弟们 明天 就是咱们的最后一战 大家 乘乘追忌 一起加油 来 兄弟们 干 听到 我终于取到你了 新郎 你有什么话要对 闭嘴 我从北村一个穷小伙 现在成为了竞争最有实力的男人 这一路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总会相信 我知道 心里面还在想到我哥 但我相信 时间会冲淡一切 心儿 我会好好带你 现在你可以说话了 让我们用掌声祝福这对新人 现在还有什么来宾没有到场吗 等一下 主持人 你还没有问 有没有人要反对这样婚 王一虎 你想干什么 弟弟 今天是你的婚礼 做哥哥的怎么能不来呢 你的这些人来参加婚礼 这些都是我的好兄弟 我们来给你捧个场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带着你这些兄弟给我滚 你还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现在是赵家的龙头 赵家 可是你姓唐呀 那又多可 那你看看周围 有多少个赵家的人 你觉得现在还有人要帮你吗 唐一虎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别给我在这里捣乱 咱们的赵以后再算 我要是不能 到底想干什么 林星儿 我爱你 嫁给我吧 唐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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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言 唐玉峰 你这个卑鄙小人 雅儿 是我对不起你 先把星儿放开 休想 唐玉峰 你说有两个角色 把我搞得家贵了 我也是为了给我父母报仇 是你伤害的我 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关系 你去骗我 丁言 说吧 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 我要你 在我们之间 选你 选我 哈哈 丁言 你这又是何必呢 你知道我根本不爱你 我 你选他 他就死 你选我 他也不骂 丁言 你冷静一点 好 好 我活下去 这也是你哥希望的 我 丁言 我 丁言 你 我都和你 你不知道是无个个吗 唐玉峰 丁言 我不会嫁给你的 为什么 因为我爱的是你哥哥 師傅你要殺他 你就給我也殺了個 給我殺了他們 等等你 你怎麼不自己歪掉的 還有我 哈哈哈哈 前面我 再加點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 殺了他 這是假的不是真的 這是假的 是他們的 先殺了我的腦袋 去死吧 小弟們上 現在我簽譜 二位正式成為 合法夫妻 小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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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祥和的样子 我和馨儿打算住在这里 爸 我会种好你的果山 妈 我会管理好你的菜园 再和馨儿生一个大帮小子 以后呀 年年带去给你们磕头